我們今次講到信息的大綱、廣道的大綱、分享的大綱 我們能夠有一個清晰的大綱是很有幫助的 因為當你有清晰大綱的時候 你就說我是想做到這些事情 變成你就不會將多餘的講下去 而且你講的過程又會向著一個目標 這個是講信息或者分享非常之重要的 這裡是一個很簡單的大綱 這個大綱是我們可以用得著的 可以使用在我們分享 原因為什麼有一個簡單的大綱會容易用得著呢? 就是簡單的大綱 你會在某個情況上用一個經文 你即時可以使用這個方法 去形容出來 譬如傳呼音 或者你幫人解釋一個經文 或者你突然間有機會需要講信息 譬如宣教的時候 忽然間需要講信息的時候 這個也是很有幫助的大綱 這個簡單的大綱 第一就是人的問題 人在這方面的困難 譬如說到愛 說到人沒有愛的心 然後就是神這方面的屬性 和對我們的幫助 我們講過這個發揚神屬性廣道法 有時候就好像很難想 我用一個方法講到大家想 就是什麼呢? 就是神那種的聖情 在這方面的屬性 屬性和聖情有什麼不同呢? 聖情呢 譬如不會包括智慧 智慧不是一個聖情 但是這個就是屬性 即是它的質素 所以我們用屬性 我們現在就轉為發揚神 屬性廣道法 屬性就是包括它的質素 智慧 這些都是一個質素 譬如說聖結公義 聖結公義 都可以說是它的聖情 不過說屬性比較準確一些 聖情 即是我們那次說這個personality 這個人很開心的 這個人很興奮的 有關心人的心的 即是某一方面這個人的質素 屬性就比較廣闊一些 然後神在這方面的屬性 對我們的幫助 因為發覺很多人很難想 那你想的就是 他這個聖情和他如何幫到我們 然後第三點就加上一個就是 為什麼人這麼難在這方面得到神的屬性 有什麼困難有什麼原因難了 然後第四就是 如何得到神的幫助 如何得到這個神的屬性 這個神成為有這個聖情 由邀請或者挑戰會眾 接受這個幫助 其實任何的邏輯性大綱 都可以用得著 這個只是一個容易用的大綱 我會示範一下 用不同的方法示範一下 讓大家明白 然後大綱應該有方向性 即是說 當你說話的時候 有方向 有層次的 有層次的 我用一個例子 講到喜樂 喜樂就是人的問題是什麼呢? 人是很容易閉藝的 就算你有好消息 忽然升職很開心 譬如有些人結婚很開心 但是呢 譬如說結婚的過程的時候 哇 要放這麼多酒精 哎呀 怎麼辦啊 不夠錢啊 那立刻就會很閉藝的了 或者 兒子 哇 升職那間好的學校 很開心啊 哇 那些學校 那些收費特別貴的 哇 怎麼這樣啊 哇 這個學校有些安排不行 立刻呢 人就會很容易就不開心了 對不對 那我們 其實這個呢 就是我們用各樣的智慧 怎樣去把這個問題表達出來 讓人們看得到 哇 原來人呢 是很難能夠有這個神的屬性的 很容易就會有煩惱 有不開心的 這樣說出來 而我們說的時候 無論說神的恩典 或者說人的困難 都是用感情說出來的 就是讓人能夠感受到那種困難 譬如說 不開心 我們有時候很開心的 但是忽然間有這麼多東西 譬如去到一個地方去玩 很開心 忽然間 一下撞到腳 就算不是很傷 或者小仙刺到的手 傷了一點 有時候我們有小傷口 對不對 都覺得很不開心 很麻煩 洗澡又要濕水又會痛 洗手又會痛 是小小的事 但是我們人呢 是很容易會受影響的 這個問題 那人 神這方面的屬性 譬如喜樂 他喜樂 他喜樂真的很特別 神是要做事 是多到不得了 因為他每一個人都不斷祝福 每一個人都不斷幫 不斷去祝福 不斷去改變這些人 真是很大的工程 很多事情要做 但是神呢 是不會煩 不會猛 不會說 我搞錯 你這麼久都不改變 我搞錯 你這麼久都不聽話 神會這樣的 神是會這樣的 神是永遠是一個喜樂的狀態 就算人沒有改變 他不會因為這樣的緣故 而失去他的喜樂 而他對我們的幫助是什麽呢 就是神的同序 有些人就會開始經歷到很大的喜樂 湧流出來的 這個是我親眼見過多次的 祈禱的時候呢 忽然間就湧流出喜樂 那麼 試過有些人呢 他 即是他都說 都不知道為什麽 看到周圍的好像很平凡 但是呢 他充滿喜樂的時候 什麽都笑 什麽都喜樂 這個就是 神不單止祂喜樂 祂可以傳遞給我們 還有傳遞給我們 又可以傳遞給別人 即是這種屬性 可以對我們有幫助 可以傳遞給我們 我們可以幫助 去傳遞給別人 那又為什麽人 那麽難有喜樂呢 那你又說出什麽原因 譬如人是容易煩 人容易懵憎 人容易看不好的東西 譬如你買一件東西 本來是很好的 那些物質很漂亮的 很好的 但他有少少瑕疵 你買了 糟糕 不能換 那你就很困難 但是很多人來說 根本看不到那個瑕疵 但這個人買的人 很介意 差了一點點 那他就注目 在這個一點點的上面 那個不開心 就是人呢 是容易看過負面 結果呢 就變成了 整天都很難喜樂 好了 那如何了 如何喜樂就是怎麽樣呢 看看我們哪件事 最難了 我們要喜樂的 譬如有些人 經常都想著人的事 經常都煩人的事 於是呢 很難喜樂的 因為 總是說 哎呀 這個又不好 那個又不好 他又這樣對我 在這些事上 永遠呢 出不了來 那有些人說 過了幾年可能出來 過了幾年有別的新的人 新的問題 就是他從年輕到年紀大 一直長大的時候 總有人 總有不好的人在他旁邊 他就是總不開心的 好了 所以我們知道 我們是什麽影響我們不開心 為什麽會失去 要他喜樂 或者是人 少親近神 或者是親近神的時候 就是神 你幫我的問題 有很多麻煩 在祈禱的時候 都是 求神幫我們 不是有大的信心 有信心就是 神一定幫我喜樂 這就是信心 神做事我放心 神會將你喜樂給我的 於是人便輕鬆了 神一定幫我 所以我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這個煩惱 一定會開出爐 然後怎樣親近神 即是說這個如何 我們又看看 又沒有太多點 但又不要太簡化 而是讓人看得到 我們怎樣可以逐步 放下一些煩惱 知道我們問題在哪裏 然後用聖經的觀念 處理 然後怎樣親近神 得力 怎樣可以能夠活在喜樂之中 然後第五就是邀請 我們今天可不可以開始 去處理我的生命 讓我們開始活在喜樂之中 很多人都想過 上個禮拜 之前都會說過 每次都會說過 我們可不可以做一個喜樂的人 我們問願不願意的時候 很多人都說願意的 但到回家 覺得很難做 又覺得很難不得喜樂 這是一個選擇 一個選擇怎樣呢 譬如我自己 我時常都會處理人的問題 就算我今天 其實我都處理過 一些人的說話 我處理過一陣子 我都發覺那件事影響我 但我即時說 我不應該被他影響 為何被他影響 我就失去了喜樂 我就說 神啊 幫助我放心 放手 不要緊的 人說的話不好 是他的問題 我就放手 我就讚美神 神啊我已經喜樂的 我就去決定 放手 決定去忘記 不去想這件事 那你今天可不可以 回家開始這樣做呢 現在開始這樣做 我決定要放下這個人 不要再去想這個人 但我可以祝福他 但我放手 我想著我要祝福他 我要幫助他 我要煉悶他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連率的心 就是有連率的心 所以能夠援述他 所以我就放手了 我就可以有喜樂了 那我現在邀請大家 可不可以你開始說 我選擇了一個開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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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些人呢 來到這裏呢 就會開心的 回家站得很善又不行的 這個呢 就是一個選擇性 當日有不開心的事 我選擇 我要活得開心 對不對 這個大綱 當你有這個大綱 你分享的時候 你就會很清晰 我想說什麼 我現在用一些經文 給大家去看看 大家去思想 這個首先 是一些不同廣道的大綱 我們一起讀一讀 故事或歷史進度的大綱 這是什麼呢 就是 例如故事一路一路進度 或者是歷史進度的大綱 跟著呢 就是信仰時間性的大綱 就是說 可以是一個人生命的不同時間 可以是 我們自己 在我們以前是怎樣的 現在是怎樣的 將來是怎樣的 這個時間性 或者是 在歷史上發生的事的時間性 也都可以是不同的例子 比如說 在聖經裡面 喜歡親近神的人的例子 在聖經裡面 得到神喜悅的人 不同的例子 然後呢 就不同神的作為 或者人的作為 比如說 我們想明白神的智慧 我們用什麼去看呢 神創造的智慧 他的作為 創造的智慧 神會改變人的智慧 神怎樣策略性 去帶來復興的智慧 這個就是 他有不同的作為 或者人的作為 都可以 比如大綱他的作為 他怎樣有麻煩 他當然是親近神的 他又會在 譬如說次序 可能說到 但是喜歡親近神的 他會在藥櫃面前跳舞 他在牧羊的時候 他又會看到 牧羊的羊 他又想到 神怎樣牧羊我們 他會由這些 普通的事情 那裏看到神的作為 那這個是 他一方面 然後另外 就是他 什麼事 那些成果神 然後他 第三樣的作為 他面對哥利亞 他有這個勇氣去打仗 這就是 大綱的不同的作為 顯出他這個人的聖情 神的不同的屬性 就是他不同的屬性 但是我們會事不說太多 簡單的 或者他一個屬性裏面 不同的質素 前因後果 可以用這個作為一個大綱 譬如說 猶大 他裏面 我們實際上不知道 猶大是什麼原因 不過聖經又說到 就是他貪錢 貪錢 貪錢是一個原因 那他可能 他對神 是否完全沒有心 他是未必的 他都是有心的 可能被貪財影響他 以至他初頭 都有一個跟從耶穌的心 後來 越變越 變本加厲 以至被魔鬼留地過 這是前因 後果 結果他是 很慘的 他掉頸死的 是很慘的 對比 對比 對比一個 假的悔改 譬如 這個 蘇羅 當他聽 薩摩爾跟他說 薩摩爾跟他說 你要把阿馬利人完全滅絕 這是神的審判對這個民族 但他不肯聽話 他就說 我真的有聽神的說話 我只是那些百姓 選了上空牛羊獻給神 這是一個假悔改 不是真的跟從神 但我們看到大衛 他真的做錯很大的事 但他真心的悔改 他真的向神說 我得罪了耶穌還 這是一個真實的對比 但是 蘇羅是作假的 並且他跟薩摩爾說 請你在以色列面前 尊重我 這就是他一個體重 他要得到他人以前的尊重 他是體重人 不是體重神 不從等級 譬如說到基督徒 可以不同等級 有些基督徒永遠都有問題 人的問題永遠都不停止 有些基督徒 開始得勝 有些基督徒開始關心人的問題 去幫助人的問題 這是不同的等級 或者是 是侍奉的人都有不同等級 有些人的侍奉 就是 總之我有份工作就可以了 教會請我 我做了事就可以了 我一邊做敬拜 我每個禮拜做敬拜就可以了 那這種一種等級就是 總之我做了 另一種等級就是 我願意 去做得更加好 再一個等級 我願意更加得到神的歡喜 就是經常想著 我願意更加得到神的歡喜 或者是 另外一種就是 更加聯敏人 每一種事奉 是真的看到人的需要 或者任何邏輯性的大綱 但最重要就是 你向著同一方向 無論我們分享或者講信息 都是需要一個清晰的大綱 那這個 神 醫好傷心的人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以賽書六十一章一節 這個經文 主題 神是醫治心靈痛苦的人 這裏我就會有些人的問題 人的問題就是 人容易有心靈的痛苦 人是容易的 即是這個問題先 人是很容易的 譬如說 有些什麼事發生 就算讀書的時候 有時考試都不好 馬上很傷心 有時 普通的傷心 第一級 第二級是什麼呢 覺得 讀書難 做人又難 或者覺得 我是失敗者 我永遠讀書 不行 即是一件事發生 可以令到人有很多不同的反應 這個人容易心靈的痛苦 有些學生在讀書的時候 失敗以至 他將來對人生很失敗 對於戀愛也是 有些人在戀愛失敗 他以後對人生 都是一個很負面 很失敗感的 而平安喜樂的神 是能夠 真是醫治我們 整個人 完全的醫治 讓我們心靈得到醫治 這裏我就說到 如何能得到醫治 你可以加上第三 就是為什麼人難以得醫治 為什麼那些憂傷的人 這麼難得醫治呢 為什麼那些 被人傷害過的人 這麼難得醫治呢 大家有沒有認識過 那些人 被人傷害過 為什麼這麼難得醫治呢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他總是看著 那些人的不好 他不斷反覆思想 那些人的不好 於是就覺得 真的 這個人呢 整個人都怪我不好 所以心裡 就永遠都不能得醫治 永遠都受傷害的 那這是一個原因 另一個原因 就是人呢 是容易悲觀 所以他整天都覺得 很慘啊 不行的了 我沒有用的了 我不會得醫治的 另外就是人呢 就不會那麼容易 從神親近 基督徒也是的 很多基督徒 他不知道親近神是這麼得力的 所以他又少親近神 就算經歷聖靈的基督徒 是不是一定會保持聖靈充滿呢 又不是的 譬如很多時候 我告訴別人 你親近神這麼好 這麼喜樂 經歷到 你回去保持 過了兩個星期 又沒有了 我問他為什麼呢 他說回家祈禱太少 很少就沒有了 就是人是不願意的 很多經歷到神的能力 叫他回去親近神 他總是會忘記了 總是覺得 有很多事情做了 又忘記了 所以 無論處理生命 或者與神有親密關係 一定是要刻意的 一定是刻意的 好了 就是為什麼人這麼難 會得到醫治 又如何能得到醫治呢 就是 建立與神親密的關係 處理生命中的問題 又討告 這三個很簡單的 建立與神親密的關係 與神的關係 其實很多問題都是這樣的 都是這種處理方法 神的關係 又處理問題 然後討告讓神更新改變我們 又邀請 這麼簡單的大綱 大家就可以用得著 那我就想大家去思考 去思考怎樣用一個主題 一個簡單的經文 然後呢 就將它寫成一個簡單的大綱 其實不是很難 是非常之難的 我們就是 我們再講那四點 第一就是 人的問題 不是說這個 這是普遍的大綱 人的問題 第二是什麼 神的屬性 以及如何幫助我們 第三就是 為什麼人這麼難 可以經歷神的屬性 第四就是 如何如何 我現在給大家一個經文 馬太科音寫一章二十八節 犯老虎丹重丹的人 可以盯我者女 我就使聯名登關聖 這個經文 我們就嘗試在這一陣子 去討論一下 去思想一下 首先自己思想 自己思想五分鐘 將它一個簡單的大綱 寫到我們的手機 然後兩個人討論一下 就去達到一個簡單的大綱 你不要想著很複雜 你現在不要想著很詳細 就是一個簡單的大綱 就是 講出這一點 你明白到 你就知道原來寫大綱 不是那麼難的了 當然寫大綱有很多方式 但這只是一個 其中一個方式 我們看這個大綱 即是說 神叫勞鼓丹重丹的人 可以得到釋放 大家可以不用寫了 第一點就是 人的問題是甚麼 可以開聲說出來 人的問題是甚麼 在這方面 特別講到是 釋放 即是重擔得釋放 人的問題是甚麼 容易有重擔 以及有重擔難於釋放 所以你可以用例子 我現在不詳細講這些例子 只是講大綱 第二點 神的屬性是甚麼 跟這個有關的 因為這個主題就講到 神叫勞鼓丹重丹的人 得釋放 所以在這方面 神的屬性是甚麼 它本身的屬性是 它本身屬性是 輕鬆是 輕散的 它永遠都不會 cinana 雖然有很多事情處理 她是輕散的 而他能够将这个恩典给人,他的恩典给人是什么呢? 他是会能够,譬如那些人很烦,祈祷,立刻松化了, 他可以叫人释放,这个就是他这个属性,对我们的帮助, 你一亲近他,他就会叫你松化了, 为什么人那么难得到这个释放呢? 因为人会容易靠自己,觉得神帮不了我,还有什么原因呢? 人从小到大都会觉得有什么烦恼,就是要我自己靠自己的, 还有人在处理困难时,有时候会有什么意念出现呢? 很难搞的,很困难的,就会有这些意念令他失去, 就是很困难释放了,然后第四点,就是如何得到神的释放呢? 人可以如何得到释放呢?如何? 第一,大声说吧,亲爱的神可以得到释放, 第二呢,还有什么方法呢? 看圣经,看完思想圣经,还有什么方法呢? 祷告 祷告,刚刚我们先说了,敬拜祷告 亲爱的思想圣经都是同一点的, 我们都要处理那些问题, 比如说,有人说经济有问题, 那些东西都说很饱,想不通,好想啊, OK,这个是一个方法, 有些人想不通, 不要想,但你不要想,就是不面对, 是不是不要想呢? 而是说你不要去烦, 不要那种东西走走走, 而是我想如何解决, 譬如有人说,我经济很有问题, 那有什么办法呢? 经济很有问题, 他可能找不到工作, 那有什么办法呢? 那如果你找不到好工作, 唯一办法就是找最简单的工作, 那通常来说都能找到的, 就是低的入息, 那你可能还钱, 或者你欠钱, 或者你要够生活, 你可能都有一个距离, 但是起码你都能够有一些钱, 能够给你开钱, 这就是一个解决方法, 但是有些人就会整天在烦, 哎呀死了, 没有人法了, 哎呀我不够钱用了, 怎么办呢? 就会很担心, 那起码你向着方向去, 走一步一步, 就算你不是去得最好, 那就是, 赚钱少便会省一点, 就是人很多时候不是这样的, 他就会烦恼, 他就不是去用一个最基本的解决方法, 这也是一个其中一个处理问题的方法, 或者处理人的问题, 我们也要处理人, 如何不给人影响, 人的影响我们, 然后就邀请, 会众能够如何处理我们, 其中一点应该有呢, 就是, 留意到我们什么地方有重担, 譬如有些人, 他很想丈夫改, 但丈夫总是不改, 这是他的重担, 那这个如何处理呢? 就是留意到这个问题了, 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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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你说? 有些地方应该是信服的, 但丈夫始终不改的时候, 同神讲, 是的, 是的, 和可以做的就是, 都要放手, 就是丈夫始终都是这样的时候, 你接受她就是这样的, 她这么多年都是这样的, 她这么多年都不太说话, 那你很想她说话, 她也是不说话, 那你, 或者可以引导她, 她有说的时候, 也会引导她, 这就是一个处理的方法, 帮助我们, 哪一件事是烦的, 哪一件事都处理的, OK, 好, 即是说, 一个这么简单的大纲, 大家都可以试下写出来的, 那, 譬如, 我想大家呢, 写, 你们分享, 你们个人的, 处理生命的那个见证, 那大纲可以什么呢? 处理生命的见证, 这个是见证的大纲, 可以写些什么大纲? 你处理生命, 譬如说, 我们想你能够为人按手祈祷, 就要处理生命了, 第一, 可以说什么呢? 你以前, 那个困难是怎样, 跟着后来怎样呢? 是的, 神怎样帮助你, 亦都可以说, 过程中有什么困难, 神帮助你, 有什么困难, 但又如何克服了, 在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这样, 基本上都是, 我以前的问题是什么, 神的因点是什么, 跟着呢, 有什么困难, 我改变, 但后来, 神就帮我改变了, OK, 我们现在呢, 又一起去想另一个主题, 让大家可以, 学习到处理问题, 并不是那么难的, 譬如这个经文, 你们要去使万民众, 我的门徒, 你们要去, 其实这个大使命, 可以有很多重点, 可以去, 使人做我的门徒, 不是只是做信徒, 只是坐着听, 是真是跟从耶稣的, 学习耶稣的, 又可以说到, 是施洗, 洗礼, 也都可以说到, 凡耶稣所吩咐的, 都教训他们来遵守, 又可以说到, 当你传福音的时候, 神就尝与你同在, 以及说到, 是直到世界末了的, 神的同在都是一路到永远, 所以这个主题, 这个经文可以用不同的主题, 如果我们说去, 你们要去, 好了, 人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这个主题就是, 我们要出去传良福音, 人的问题是什么? 大家不去, 不去的背后原因是什么? 除了说表面行动,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里面是什么发生呢? 当人不肯去的时候, 就是人事先, 还有就是, 惧怕, 惧怕出去, 或者是试过出去, 又失败过, 这个原因, 神的属性是什么? 神的属性在这方面是什么? 放胆说, 不用怕, 不用等别人说, 你一想到, 立即说就可以了, 你和这个主题有关的, 神叫我们去, 神是怎样的? 神是整天出去祝福人的, 整天出去感动人的, 对不对? 和神会感动人出去的, 神会推动人的, 这个主题是什么? 就是神的性情, 祂的性就是, 祂会时时想到人的需要, 整天祝福人的, 这个就是神在这方面的属性, 有什么难了, 我们会出去呢? 我们起初也有说到的, 人的自私, 巨价, 未预备好, 未训练好, 那怎样可以开始出去呢? 装备, 这是其中一个装备, 还有什么其他呢? 试下那些, 出去那些容易去的人, 例如你周围有小朋友, 容易一点, 对不对? 或者教会的人出去, 关心他们, 帮他们, 帮他们更清楚耶稣, 或者去老人园, 因为那些老人园, 那些老人园都不坐在这里, 如果那个老人园给你去的话, 你邀请他的时候, 他有些愿意去, 通常会这样的, 不是每个人都在这里听, 谁愿意来就来, 总有些人来, 他都愿意, 那这个就是一个, 你容易一点去, 出去的方法, 那当然, 你受训练, 可以提升, 那当你这样想的时候, 其实不是很难很难, 对不对? 我们现在又再操练, 我们会让大家知道, 不是那么难的, 耶稣说, 我们的眼睛, 就是这个人的光, 这个人的眼睛, 如果分暗, 这个人就分暗了, 如果眼睛明亮, 这个人的生命就明亮了, 说这个就是, 我们的眼睛, 是可以带来生命的, 就是能够, 眼睛明亮的人, 他就有, 这个, 能够清晰看到他的生命, 他的生命, 能够清晰发挥出来, 就是说到眼睛明亮了, OK, 人的问题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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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就是说到眼睛明亮, 那个相反是什么呢? 不明亮的相反是什么呢? 分暗, 或者看得不清, 是不是? 就是说, 人就会, 对于生命, 为什么看得不清, 比如说, 有些人, 他会被恋爱紧绑着, 他就觉得, 没有人喜欢我的了, 我呢, 永远都是, 有男人, 有女朋友, 很快就会, 脱脱的了, 很快就会分手的了, 有些人, 他的眼睛总是看这些问题, 又看到他自己的困难, 整天都觉得不行的, 还有什么人的问题呢? 他看到自己, 看到自己, 看不清了, 看不到自己的问题, 看不到人的问题, 我们一方面告诉别人, 我们看人的好处, 就是分辨了, 譬如, 那些人, 几十年都是经常吵架的, 你会否期望他改变呢? 除非他被耶稣改变, 否则他仍然会吵架, 所以这就是分辨了, 眼睛明亮, 但是, 人的问题是什么? 人的问题就是分辨不到人, 常常想去说服一个不肯改的人, 这就是他看不通这件事, 他看不通的时候, 他常常想说服他, 常常想说服不到, 便会吵架, 这就是眼睛看不到, 而且看不到他自己的里面有什么问题, 或者看不到神, 我们就是用不同的角度, 看神体人, 好, 神是怎么样? 神是看得很清晰的, 我们的里面是没有什么隐藏的, 什么都可以看到的, 又可以看到什么方法帮你, 神又可以看到, 虽然人有很多问题, 但是神有方法怎么帮你, 好了, 人为何那么难阻止, 让神有这个眼光去看, 和让神去看透我们, 去改变我们呢? 因为人是怎么样的? 注射在自己的眼上, 注射在自己的眼上, 不肯打开自己, 不肯打开自己, 慈思, 就是神不愿意让神去看透他, 不愿意让神去改变他, 如何呢? 如何我们有清晰的眼目, 能看清楚呢? 有分辨的能力? 倚靠神, 这是其中一步来的, 那我们想一下次序, 那次序是什么呢? 如何有清晰的眼睛, 看清一切呢? 第一, 圣经就是最清晰的, 因为圣经就是神的说话, 让我们看到明亮, 让我们看到人的罪, 看到我们自己的罪, 看到人的困难, 又看到神的恩典, 于是呢, 圣经是帮人的眼睛明亮的, 另外呢, 除了圣经之外, 神的同在, 亲近神也会帮助我们, 还有些什么呢? 我们留意一下, 我们有些什么卡住呢? 其实多数的方法都是, 从神来得帮助, 还有留意我们自己, 有些什么困难, 然后处理, 在这个分享, 我们都可以说到, 眼睛清晰, 即是说到正面, 因为这个法阳神的属性, 并不是说人的反面, 亦是说人的正面, 记不记得那个大纲呢? 我再说一次, 可以说几点呢? 人的反面来止, 人的正面来止, 神的恩典, 神的戒命, 识经, 识经, 解释经文, 然后呢, 有什么难阻人, 会有神的属性, 又如何? 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大纲, 我们再说一次, 人的反面例子, 一起说, 在这里我写出来, 一起说, 人的反面例子, 人的正面例子, 神的恩典, 神的戒命, 识经, 为什么人这么难有神的属性? 为什么人这么难有神的属性? 因为如何可以有神的属性? 然后就是挑战, OK? 这个眼睛明亮, 我们都可以说到这个, 人的正面例子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例子? 比如呢? 说什么好话, 别人都不高兴, 别人呢? 别人都不高兴, OK, 能够说好的说话, 说好的说话, 别人都会开心。 说好的说话, 支持, 是因为这个人看到什么? 他的眼睛看到什么? 看到好处 看出人的好处, 是的, 就是他的眼睛, 要看到人的好处, 还有看到人的宝贵, 能够用神的说话去说出来 他先看到如何去建立人 如何处理问题 他会看到问题是这里 我们一步一步处理 这就是眼睛明亮 眼睛明亮看到神这么好 人自然就会亲近神 原来其实很重要 整个生命就是眼睛看得清楚 人就会改变 我希望大家看得到 不是那么难 我们再用一个主题 让大家去想出来 和放胆去说出来 对人有爱心 对人有爱心 这个主题是对人有爱心 爱人如己 人的问题是什么 人是自我为中心 人是什么都追求 自己得到帮助或者爱 而不是想着如何祝福人 神的属性是什么 神经常都爱的 神会将这种爱放在人的里面 人的问题 为什么这么难有这种圣情呢 人就是自私 不满足 所以就很想得多些 跟自私差不多了 自私不满足 受个伤害 所以不敢去爱人 好了 那如何可以去爱人呢 我们想一下系统性如何 首先很多问题都是处理我们那种自私的心 那就是用神的话语 神的恩恋先 神有什么推动力推动我们的爱人呢 因为神爱我 所以爱人这个推动力 另外一个推动力是从神来来的 当我们爱人的时候 神又怎样呢 他就更多恩典给你 因为你吸人就必有吸你们的 这个就是从神来的动力 如何处理垃圾呢 所有问题都是的 正面和处理垃圾 处理什么垃圾呢 在这里来说 就是我们全部都要跟那个主题有关 爱人的相反是什么呢 不爱人恨人 但是我们这个特别 这里未必是讲恨 就是我们相反都很多个方面 爱的相反可以是恨 可以是不爱 不关心 自私 我们这里特别会讲哪方面是他的相反呢 不遥恨 不遥恨和爱是另一个主题 因为这要特别讲到爱人 去祝福人 那这个相反是什么呢 相反 相爱人 大家再想想想 我们想鼓励人去爱人的时候 就是叫人不要有些什么质素 就是我们不是 我们要找一个相反 是要处理这东西 以致人和爱人 当然其中一个因素 难做的人都可以是不遥恨 可以是的 但是那个一个 如果针对性这件事 就是说 人很多时候会是 对人 不关心 就是他 不去想别人 不去 体恤别人 就是不去想到人的需要 这个是主要的难阻 难阻我们去爱人 当然有其他的 譬如是 憎恨人不要处 都是会难阻 但是他最后处理了要处 他都要去想人的需要 最终一定要有这一步 就是他会想人的需要 他想做一些东西在人身上 就是人就不想 不想做在人身上 所以这个就是人的自私 就是处理人的自私 不关心人 好了 这个是处理这件事 然后接着可以有些什么行动呢 有力出力有钱出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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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的 可以说做到多少就做多少 你很简单的笑容 很简单的关心 很简单的问候 你开始就做这件事 这个就是一个爱心 即是你有个心意在先 我想和这个人建立关系 都是爱心来的 这个就是由这个开始 又慢慢一步一步 最难高到难是什么呢 是自己有牺牲而能够帮人的 这个是一个高度的爱心 OK 好 我希望大家真的会试一下去写一些大纲 不是那么难的 是不是人的问题难不难想 这个部分不难 你想想 比如说到平安 不是很大的起伏 那个很平静 心里的平安 我说到心里的平安 相反是什么 人的问题 平安的相反 这个情况是什么 相反是什么 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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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 相反就是 忧虑 担心 烦恼 这个主题 主要想人 不要担心 不要烦恼 不要忧虑 神是怎么样 这方面的属性 神是完全平安的 神是完全平安的 我们特别是要说到平安就是平安 神就是平安的 就算耶稣 他面对很多的迫伯 他依然是很平安 他都是知道要钉十字架 他一直 他说给门徒听的时候 他很平安地说什么 到最后 他为什么会那么惊恐呢 因为他是要知道面对神的审判 但是他整体上 他除了在这个十字架之前 因为他要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 他知道要面对全世界最大的愤怒和审判 所以他那时候 他是在这个 这个的惩罚 因为这个全世界最强的惩罚 是没有人能够承担的 但耶稣就要承担 所以在那时候 他就会有这个 就是在当时来说 是极其的忧伤 但当他面对 跟着他奇远徒 他就立刻平安 就立刻说到 由大离祝他 你要做的你就做 就是完全他就很接受 就是在平日神所做的事 他都是很平安面对的 所有困难 为什么人这么难有平安呢? 因为有多忧虑 为什么人会忧虑呢? 其实很多主题 我们要去想 为什么人会忧虑呢? 忧虑担心差不多 为什么会担心忧虑呢? 因为用人的方法 就会担心忧虑 但当我们信神 用神的角度看 就知道神是必定能够 这种清晰的思想 是需要我们操练的 就是 比如说 为什么人这么难平安呢? 忧虑 你只是说不安 你不说得出原因 里面的原因 就是因为人是靠自己 所以他不能够有平安 他因为一见到问题 死了,没有公众 死了 怎么办呢? 就立刻害怕 但是当我们看到 神在我心里有情愿计划的时候 他就能够放心 放手 好了 那如何能够得到平安呢? 依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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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行动 我现在帮大家分析一下 这个行动 但是背后什么原因 令人很多人有平安呢? 神比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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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 神是 有什么令我们能够平安? 神比平安 即是说 将平安放在我们心里面 有一个背后 为什么我们可以平安呢? 因为神是会帮我们解决问题 神是会照顾我们 由一个过程来给我们平安 这两个东西 大家分不分辨到背后的原因 为什么我们可以有平安呢? 因为无论发生什么事 神都知道神会帮我们 神会祝福我 提醒我 神会在亲近神的时候 神会将平安放在我们里面 神会帮我们 神会招呼我 神会祝福我 神会提醒我 神会在亲近神的时候 神会将平安放在我们里面 然后就是 神会担心 因为人会用人的角度来看 所以会担心死了 我前面怎么办呢? 我什么都没有怎么办 会害怕 我们如何处理呢? 其实处理真是会担心 看圣经 看圣经 和相信 神说了会照顾 一定会照顾的 这个其实不容易 因为这个变成用神的角度来看万物 很多人是很难的 他明明无功做 被人拆了鱼 是真的很难的 就是说 真是用个角度来看 神会为我开路 这件事 在很多人来说 是很难 因为他不是真的相信神 能够在他身上做功 但是我们经历圣灵的人 有一个很大的工作 因为我们经历过神 圣灵临在 我们知道 神曾经如何 我经历到 他以后会帮我 大家会这样想 我经历到神 神会以后帮我 这些是一些方法可以帮到我们 是的 神会将这些重担 所有的重担 来到他那里得到平安 另外就是说 怎样可以得到平安 就是祷告 亲近神 另外一样 都是 有时候我们都会想想 人可以帮助 人的安慰 都会让人有平安 所以我们可以 如果你有烦恼的时候 找一些成熟的基督徒 跟你一起祈祷 不要找那些 忧伤的基督徒 他就会说 哎呀 真是惨了 真是苦了 哎呀 你的命是苦的 你生出来就苦了 哎呀 你从小到大都是很惨的 你听完之后 哎呀 死了 所以我们是要找成熟基督徒 让我们看到 神上一次帮你 今次神不会帮你呢 引导你 还有 有时分析也是有帮助的 譬如有个人 他忽然被人炒鱼 那你又觉得 你可不可以找一份工呢 其实 就算 这个当然 我们主要不是靠这个方法 人的方法都看到 其实你真的找一份工 是不是难到登天呢 都不是的 所以你 炒鱼于你 找个第二份工 虽然可能人工低一点 都不能死的 你这样想 但是基督徒 当然我们的得力 主要不是这个 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 是会有个帮助 就是用人的角度去分析 都会有时帮助的 就是 譬如说 那人骂你 那是不是 当然加上神的角度 就是他骂你 是不是跟着你就死了 跟着没有出路呢 是不是绝路呢 这些都是一些帮助来的 就是 当人在烦恼的时候 当人想到 是不是这么绝境 就是这样想 是不是这么绝境呢 就算真的有绝症 是不是这么绝呢 有耶稣 其实是帮到我们的 那这些都是一些 是帮到我们 就是 其实各样的智慧 不过我们要确定 那个智慧 是跟神的圣经合拍的 合拍的智慧 合拍的智慧 那我希望大家看到 写大纲不是这么难 为什么我想大家 第一样做写大纲 就是分享你的见证 你处理生命的见证 那里面讲到 我的困难 神的圣情怎么样 我真是亲近神 神神也帮我改变 那我希望 那么多人 是可以 写了这个见证 我们为你祈祷 你就开始为人挽手祈祷 那你就可以粗烈出去 那你的生命 就会被提升了 那我 希望大家尝试去做 不是觉得这么难的 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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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